今天大家午安 午安 午安 很高興看到大家 我非常認真 來臨上課 因為 如果沒有大家 我們的成功 因為有大家來參加 我們的成功 才會完成 就是要拜託大家 來這裡讀完之後 你們自己想看看 自己有所好嗎 沒有啊 有 有 很感恩 你們啦 心思 在外面 聽不懂 來這裡 都很清楚 大家感受 你們交代 這樣對不對 對 都很清楚 所以 大家 我都拿精神來這裡 上課 三天之後 你們自己一定覺得說 要在外面 要在外面 了解 跟我們這裡 都不一樣 我們今天 在這個時間 是要跟 等於是 兩天多來 差不多三天 所訓的 要來總呼吸 看大家 讀多少 所以 所以 我 要來問大家 大家 我可以 把你們所訓的 都發出來 這樣好嗎 好 好 感恩 我 我 準備 POWERPOINT 按照POWERPOINT的 進度 來 大家 報告 有 收鮮 因為 無論來 我們的成功 就更慢 有令 我們才有 更大的希望 好 這一次 要跟大家 自己 鼓掌地 好嗎 感恩 因為 我們都 做那一半 可能 我們第一次 紀念 所以 大家 可能 我 很愛 了解我 這個 我 老花 來這裡 到底是在做什麼 實際上 大家 要了解我 很簡單 因為 我們的課程表 裡面 課程表 大家拿來看看 都 有 課程表 裡面 就是 張文彥 張文彥 你們 這位 菜市 要命 是 你 看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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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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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 也 有 人 銀行 沒有 民人 小 賺 坑 民人 小 名人小傳,就是一個傳記,小傳記打張文彥 那個地方我就寫得清楚 我為學校和大學的過程,我都寫得清楚 我如果有我的學員在裡面,我主要是說態度和有心 態度和有心 因為我印證態度是成功的基礎 那如果有心,一定成功 這個就是,要讓年輕人 我要去體會,做事的態度很重要 是,你等於是 為什麼有的人說,沒有一個人,就有誠意感 誠意感從哪裡來? 大家思考看看是不是從台度來 實際上是這樣 如果有誠意感,你就是說 你的表現,你的態度都不錯,一定有誠意感 我們要用的人,如果要用有誠意感的人 這就是,我們跟台度 這樣思考看看,這就是,我們也會有誠意感 在哪裏來能夠,那先去看哪裏來的 你有的確定哪裏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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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定呢 我當然,年輕的,方釋,我今天可以是覺得,那裏來的確定哪裏來的確定,我偏來的確定哪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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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確定? 一個台灣小孩 後面沒有什麼背景 在國立學校 三十幾歲就做一級主管 三朝元老 什麼叫做三朝元老 應該你們會了解嘛 換三個 首長 修訂 我若是 做那些企業 所以說 要跟大家 說就是 我在那個 一一一人力銀行裡面 下出來 這就 我告訴你 我好運 好運 好 所以 我們 我的背景 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要聯絡 我可以 大家可以去 我應該 我的 我們的 郭文 我 我們 也要 發 有 我們現在進到我們的主題來 我們來這裡上課 第一節 我們大家 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跟別人不一樣 第一節就 講到什麼 上頭就臨死國歌嘛 那個城市啊 就講到什麼 台灣民政府的什麼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嘛 是不是 就是 根據什麼 我們所講的 古金山 就是國際法 建政法 古金山合併交友 這就是我們 第一堂課 都是在講我們的主張 和我們的使命 任務 事實上 我們講這個了 後 我們現在 最後要做什麼 就是 我們的政治是什麼 我們的政治是什麼 為 為 那 無一堆 我們要建議 為我們要營利 那個 今天要建議 那 要建議 有一些 例如 我們要去建議 立場 那 這就是我們的獎祀是為佩慎接受 這樣不知道大家有聽到嗎 有 廟房政府是應該有聽人民的聲音 根本就是依照他們的意思 盡量台灣要中國化 要把台灣中國化 因為他們的心只有在中國 根本就沒有在台灣 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要為佩慎接受 我們這個宗族 三年多前我們就 以這個目標一直在做 哪會知道啊 柯批啊 誰在 模仿 我們的宗族 因為是怎麼說 那些好年的時候 我們有的市長都會說好心事啦 還是什麼什麼 就給我們去打嘛 那柯批 他什麼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說 一個蝦翅啊 就是一個什麼 家庭 有的家庭 跟我們做八次的設計 有一樣嗎 也沒有一樣 因為 科幔的想法 就是說 台北市 它 改變層層 它做店長 這個家庭的家庭,就是大家都要照顧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為佩生的社群。 現在只看清真與白國的臺灣,記得曾經看清新的那 Wamarsha聯絡, 也是最訪問,如果這些人經常代表也一樣, 可能是真正? 才不會跑到北京的港 vimos, 真的 那個國館都為台北市做的標杆 怎麼會說為台北市做標杆 真正 會講的聲音 如果要辦什麼事 或是要國中的計劃 或是BOT案 現在 都在台北所做過的拿來做參考 才開始南部來做 我可以跟大家說 今天是禮拜嘛 拜三才去 我在高雄市政府 參加審查這個案子 那個案子裡面 是 它不是BOT案 因為有的BOT案是政府出土地 叫企業去 它那是它自己 買土地 但是這個土地是市場地 規劃為市場用地 它去買這塊市場用地 要去 要去 去 那 早期 台北 因為都 怎麼進行 這個說 富士業務 沒有啦 那 誰比 主要業務 比較大 太多 那當然 他這個說 要去 第一樓 第二樓 第一樓 第二樓是 市場 要去市場 因為這塊土地 因為這塊土地就是市場 用地嘛 只能政府沒有錢嘛 好 讓你來去市場 好 來去市場 第一樓 第二樓 就必須要勇氣經營 三樓一上去 要去二八樓 農總去二八樓 那 早期 台北的 案件 我覺得 讓他去 沒問題啊 他說 子體的業務 這些負屬的 才逼 二八樓 要去一樓 二八樓 要去二八樓 那當然 因為 他的規劃 南部跟台北 沒什麼好比啦 在那個 學技中間 因為 他們的觀念 這些 廠商的觀念 都是什麼 以前台北就是這樣 都可以 都可以 都以台北為 標桿就對了 所以 可疲的案子 幾個大案 都 沒有違法 但是 觀感 不定 沒有違法 但是觀感不好 這就是什麼 以台北為 因為 在那時候 我如果 提出來 一個 意見 給 市政府這些人 跟 建商 知道了 柯P 說 柯P說 馬路 不是 共停車的啦 以後你要買車的話 一定要有停車位 你自己自備 停車位 家來買車 柯P有發出來了 有發出來了 等一下 會不會死死啦 因為 他那個市場 樓下 四樓 樓下四樓 他們的規劃說 差不多 四百 幾個停車場 四百多戶 的格子 停車 一樓到四樓 四百多 樓上 可以住 他說二房 兩房 跟三房的 可以六百 三十幾戶 但是 他的下面的停車場 加四百 四百多的停車位 所以 我那時候 那 我哪兒提出來 當然現在還沒有啦 我說 因為他們目標 也都是朝著 台北市 的一些行政 作為 做標桿 每個縣市都在模仿 所以 我在那個場面 我哪兒講 從 那個 上面住的人 也要有停車位啊 來買東西的 也要有停車位啊 你起碼 你的停車位都必須要超過 你住戶的 的數量才可以嘛 要不然就會變成亂停車嘛 你一個市場 一定 會人的來買嘛 周邊 都會來 不是只賣 這一棟 六百多戶的人 有一個高雄市 也會不會有 都會去看 台北的 台北的 他們 都會去看 台北的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就是天佑台灣 因為改變成真 這個就是會領導整個台灣 邁向更好的行政管理各方面 因為如果不是天佑台灣的話 不可能改變成真 那麼假設連勝文當選了 真的台灣會很慘 整個賣掉 台北市要發股票 他說台北市來發股票給市民 市民拿大的都是什麼 到後來都是一張紙 早期流亡政府來的時候 你們有土地 土地都發 土地歸公 收一收也都發 地址發給股票 大家股票也是 這些就是真的 真的我們可以看出來是 台灣是有希望的 就是因為改變成真 大家想想看喔 的確是這樣喔 我們再想一想 我們再想一想 以前台北市當市長 把市民當作陶傑 在什麼時候 大家想看看 都改變了 整個台灣 各地現實 都改變了 我們 到台北市去辦復活 在 阿扁當市長的時候 有一個在那邊端查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享受到 有嗎 因為我也有享受到了 我因為大學跟做事都在台北 所以我也很清楚 這個台北一實施以後 各縣市跟進 以前要去辦一個戶籌藤本 辦一件事情 好像去菜市場 那個地震事務所好像菜市場 有時候還跑兩三次 要辦什麼事給你跑兩三次 真的是 他因為他們是官 你是死老百姓 因為阿扁當市長以後 把這個觀念改變 所以說 來 陶家要來辦事 你是領陶家所繳稅的錢 等於是仆人 這個看待 這個看待就不一樣 觀念上就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台灣民政策 我們台灣民政府一執政以後 所有的官員的觀念 就是為百姓設想 你所做的事 一定是為百姓設想 你所做的事 一定是為百姓設想 是為百姓設想 是為百姓設想 你所做的事 我們是為百姓設想 是為百姓設想 民國、安積、落葉各方面各層次都要照顧到 就是像一個國家也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好了 我們再來看 這位大家都要記住 大家都也要記住這個人 這位是美國東亞國務卿 就說美國東亞副國務卿 助理國務卿 他告訴我們 這個報紙 上一年4月5號的時候 蘋果日報各報不是指蘋果日報 各報都是這樣報導 說罕見要給台灣自治 sociales 大家想一想 美國 在我們以前所做的交易裡面 台灣跟美國有什麼關係 也沒有告訴我們啊 他现在说,美国治理国务卿要挺台湾自治 好像他在决定,是美国在决定 所有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都要到美国口试 有没有去美国口试过 蒋经国,有没有去美国 有,再来李登辉,有没有 阿伯,有没有 阿马英九,有 那就奇怪啦,对不对 大家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来上课以后才知道 原来这一块地,是美国占领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 那这样,大家很清楚嘛 两天都来,有的讲师也都有提到嘛 台湾是美国占领 所以他才有这个权力说,我要怎么样 你要当我的代理人 台湾给你来代理,那你要来美国一趟啊 了解一下 所以很清楚啦 所以这些都很清楚 为什么以前都不发表 在这个时间点上 讲出来 大家动动脑筋好了 大家动这个脑筋 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台湾就是美国占领 为什么在这个时段 以前都不讲 这个时间点上 他在讲出来说 罕见 大家动脑筋想想看 他在怕什么 要不然他什么喊出来 对 对,大家都动脑筋没有关系 讲的都有这个意味啦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所指的这个时间 大家因为 因为他丢出来的时间 这边都有他的时间背景的啦 我们要思考的话 要去思考 那个时段 台湾发生什么 对啦,百分之一百 他怕啦 这些年轻人 五十万人跑出来 世界各地都响应 他冯紧紧紧紧赤 他紧张什么 他们 大家说 民旨自觉 因为 阿扁 他 当总统的时候 他 参加联合国 把台湾共和国来申请参加联合国 潘西文把他推荐联合国秘书长 再来阿扁说很气 联合国不给我进气 那我们的住民来自觉 自己来决定自己 等于是什么 公投嘛 那美国讲什么 你是麻烦制造者 就是你是麻烦制造者 那五十万人站出来 他也紧张了 赶快告诉你们 你们这块土地啊 这块土地啊 是有 有人 有主人的啦 你们不可以 啊 来 像阿扁说 要来自觉 要来公投 不可以啦 那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所以这个历史状况 所以这个历史状况 时间点 大家都要去思考 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 我们上课 我们上课的讲师 我们现在啊 就是 美国 是主要占领全国 就是美战 就是美战 还有一个讲什么 我们这块土地 是属于日本天皇所有 叫做什么 日食美战 日食美战 所以属于日本的 这块土地有主人 你们不能独立 主能够什么 自治 这个自治叫做什么 CNNNNNN Customize 是 我们 下面有人 一位 台大经济系 的教授 刚好 在一起 有 集会 来问我说 你们 民政府 以后 台湾民政务以后要走到什么状况 要走到哪里 是独立或是什么 我说我们会按照美国 罗斯告诉我们的就是给我们自治 这个自治是什么 有主人的像加拿大 澳大利亚还有纽西兰 他们都是英国联邦 他们效忠英皇 我们就是台湾跟是效忠天皇 就在住在这里面的人 住在这里面的人 我们是效忠日本天皇 住在那里面的人 以后就是台湾就是台湾 但是属于大日本 邦连里面 这个就是这样 不可以独立哦 我再提一个 李登辉总统 他要把台湾省毁掉 有没有 美国说什么 不可以 现在还有台湾省 大家知道不知道 还有台湾省省主席 还有就是台湾省会 也有预言 都在领我们的钱 现在台湾省主席就是省长是谁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吗 林郑哲 新职市两任的市长以后 把他仇佣 他挂两个名字 叫做政务委员 还要兼台湾省省长 就沈主席 林郑哲跟我同事过 他有两三年跟我同事 因为他在一个私立大学里面当董事 那个时候我也在那个私立大学当董事 我跟林郑哲同事过 当时候是新职市的市长 但是他新职市的人 对他还不错 他说这个市长不会贪污 因为有时候 也是一个好好先生 就是 就是我们同事过 我们也知道他的此事的情形 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 我们的复习 台湾目前的状态 依照 就是 国际法 战争法 跟旧金山和平条约 台湾就是 美国占领 那么日本天皇 有他的所有权 不是日本政府哦 这个要搞清楚 很多都把日本跟天皇混在一起 不对的哦 这个要大家记住哦 日本是日本 天皇是天皇 这个要弄清楚了 那这个就是等于我们来上这个课了 战争法 有一个 两个体责 大家 来思考看看 战争法 我们有两个 第一个 我们 流亡 政府的话 他们说流亡 不能怎么样 就定和华 再来 战争 不得怎么样 移转主权 这个就是 铁责啦 中华民国 你就没有 也离 所以当时候李登辉要怎么样 要会审美国说不可以 他只要是要把他怎么样 把 等于是因为 变成台湾 一个地区 就是说台湾国啦 就是说那个 李登辉他是要 会审嘛 就成一个国家 就不要有台湾审啦 那 那这个就形成了怎么样 行成了要就地 合法 不可以的 所以美国也说不可以 那现在 因为大家 两天都来 所上课的重点 大家都蛮深入的 也都很清楚 好 那我们再来 看下面这个 来看 来看 那么这个时间点啊 就是 金普通 外派 住在美国 两年以后 回来 跟马英九讲 大船离港论 因为他是 马英九的好朋友 出去 跟美国 住两年 搞清楚了 以后啊 回来跟马英九讲说 大船 要离港了啦 这个表示什么 这个就是说 要离开啦嘛 因为 早期 我小孩子的时候啦 都会听到说 大船离港啊 大船离港 大家晓得意思吗 好像 说 美国的船啊 船线比较大啦 运输船都比较大啦 那么 带 面粉 运牛奶 要来救济啦 等于是来帮助 救济台湾 就是 大船离港 都是好事啦 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不是 这个大船离港 绝对 不是好事 这个不是我 我不会说的 有时间 有地点 有 有人 有 有人 这个是 有这个事实 去 自由 有人 去 去 你 一直要 要认为台湾就是他的 所以在 发文给联合国的所有的国家里面 都有附带的 这个叫做 侠带 等于是用音的 玩音的 不是正式的 附带的 来收 他们有钱收回 彭府啦 台湾 这个就是在怎么样 因为现在联合国是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这些有的小朋友 有的小国家 如果这个 附件记多啦 大家他们看多啦 也不晓得台湾在哪里也搞不清楚啊 他以为是真的 他们 中国常常会玩这个把戏啊 玩音的啦 会跟这些国家讲 尤其是 非洲 中南美洲 这些小国家 他说 我跟你 盖一个机场给你 有的大家也要啊 我所知道 某里西斯的机场也是他们去盖的 类似很多国家的机场啦 或是道路啦 他说 我要跟你开一条高市公路 大家要不要 那你只要 赞同 我有钱收回台湾就好了嘛 你跟我盖一个章就好了嘛 那这些小国家愿意不愿意 也都愿意啊 那 因为 他对台湾不清楚嘛 也不了解 啊 真正的国际法 跟战争法 所以也不清楚 所以 有这种现象啊 那 西亚瑞 当 国务卿的时候 他 发表的一些看法 所以 如果台湾太靠近的话 太依赖的话啦 那么 等于是会变成更脆弱 那这个 我们常常啊 用简单的例子来形容就好了 大家可以很清楚 有时候没办法 大水滴跟小水滴會被打通過的形成什麼問題? 就是小水滴的水都會流什麼? 大水滴在那裡,因為大水滴比較窮,比較窮, 小水滴比較窮,如果打了一槍過去, 一定是小水滴這些水慢慢流流過去了, 那這就是什麼? 馬英九要利用這個方式把我們台灣的生活水平的狀況要拉到跟中國一樣, 那以後就很容易統一了嘛。 所以人民現在不知道在那邊痛苦,你看那報紙一看,真的是。 第一種大法律無疑,但是現在他們已經下渾身也好解釋到, 相對於一波路的長血, 如果武功會渾身,也空氣渾身也好這個方向肌質的、 這就是大 Lead linguistics 。 補功會渾身?! 楊环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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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xempt voilà sign 你就上网去查 那他们就会查到了 跟我所讲的 是吻合的 所以因为 他是世界上 未来也有可能当美国总统 他有提出 他有提出 说二十年后 二十年后 中国会更贫穷 他有提出 他说中国会没漏 大家同心 可以上网去查这个报道 他有列下了 他的理由 很多点 因为他是根据这几点的理由 他判断 二十年后 中共会没落 我所知道的讲几点 给大家参考 他说 中共的高官的 子弟 百分之九十啊 移民在美国 大家想想看 他这个观念跟我们 早期 跟早期 流亡 政府过来的这些高官的子弟 是不是都在美国 也都是啊 他讲的 还第二个说 现在啊 中国 有钱的人 的子弟 百分之八十 都在美国 有高官也去啦 占百分之九十 有钱的 百分之八十 那你看 大家 大家 有钱 有势的人 都跑去什么 跑去美国 他这个国家 还会抢吗 这个给大家参考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 去查 我不再讲下去了 我们再来看 未来 主导 跟台湾有细细相关的 重要人物 安倍晋三 他只要啦 美国支持他 所以 一直 美国帮助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 帮助他的政策 由日币 一直怎么样 贬值 使日本的经济能够好转 那么他就有力量 来帮助美国 有关东南亚的 经费的支出 所以 未来 对我们相当的 重要 经济 也是蛮重要的因素啦 我们在讲 有没有大家 可能比较年轻的 可能不会感觉到 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我们美金 曾经是 一笔 美金 美金 比较大一点的 美金 四十几的 大家知道吗 四十几块 换一块 美金 也曾经 二十五块 多换一块美金 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那 大家 想想看 一笔 四十的时候 如果 台湾 经济 好不好 大家 记得 实质上 要有这个经济的观念 美金贬值 就等于 我们 尽量 在什么 外销 等于是在 外销 因为我们贬值 我们卖出去的东西便宜了嘛 人家会买嘛 那个美国大量采购嘛 如果 我们 美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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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值的时候 变成 二十五块的时候 换 一块美金的时候 等于 奖励 我们钱 大了 希望台湾 都去买 国外的东西 买进来 他这个 这个就是 要帮 但是 我们还是被 美国控制 美国 一定 压迫你 说 你一定要升值 一定要升值 原来是四十几块 来逼迫你 变成 四十块 三十几三 三十一 三十二 再来降 一直降到了 二十五 逼迫你嘛 他就 美国会做这个 然后 等于 也要 一 一 一 两 一 一 一 中國還欺負在欺負美國之下 使他的壁紙一直怎麼樣 升高嘛 就是等於他就是等於爭執啦 中國逼迫給你爭執 就主要就是說 不要你來外銷太多到國外啦 叫你升職升職 這次中國不聽話啦 他就扁 那問題就是他要帶動中國國內的市場 經濟的一些繁榮 因為如果一直升職的話啦 他們企業有時候沒有辦法外銷啦 經營不下去 又日幣一直貶值一直貶值 所以都是在經濟的戰爭 未來也是一個經濟戰爭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這個給大家思考 另外的一個研究方面的 因為我們提到這邊啦 就是美國支持他 使他國內經濟好轉 他一直貶值 所以他經濟好 所以他也蠻敢的 不聽話的 那個眾議院啊 因為以前百分之七十的眾議院 都不想打戰啦 他說啊 我們這樣就好了 我們這樣智慧隊就好了 我們不可以 把它匯除這個 解禁這個智慧 我們可以對外動武 那這樣的話會 引起再打戰 戰爭 他們不要 他說好 你們不要我全部跟你怎麼樣 解散國會 解散國會 重選 現在百分之九十 重選以後百分之九十的議員 支持 支持他 那這些都是在美國 也在規劃也在指導 要不然 也沒有 這麼容易的事 真的 很多事情 到現在來講 真的是 美國是等於世界上 有時候 他都要插一腳 就是 沒有辦法嘛 我們還是 頂頭上 也是 美國 軍政府 國防部 所以我們 他告訴我們 一就是一 我們也要跟隨 這個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 安倍解禁以後 如果台灣受到攻擊的時候 日本可以吃兵 跟美國人 相救 這個就是安保條約 老早 他跟美國 定的安保條約 就這樣 為什麼 在日本跟美國 在定這個安保條約的時候 又把臺灣澎湖納進來 大家想這個問題啊 大家去想,不要我就講出來 你去想,怎麼奇怪 兩個國家簽訂的時候 又把臺灣澎湖簽進來 大家想看看 是不是有什麼關係不才會這樣 對不對 有什麼關係你們來這裡上課都 應該都清楚了 對,都清楚了 不然以前說奇怪 日本跟美國簽的安保條約 白澎湖跟臺灣都QQ來 臺灣是算什麼 真的搞不清楚嘛 現在來上課之後就很清楚 因為 因為我們臺灣這個土地 跟中國都沒有在台 一點點欠缺都沒有了 中國人說這是他們以前的理想 這都在國際法也不承認了 美國、希拉蕊跟中共警告 他們說 依照國際法解決南海的爭端 都這樣說嘛 以國際法解決爭端 就是國際法 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連 ROC跟 PRC 根本 不可能 代表 簽約的國家 跟他們都沒有在台 所以 我們 劉王政府 在這個 我們聖公大學裡面 法學院 根本 根本就不想把你教你做金山和平條約 是怎樣 不需要讓大家知道 如果讓大家知道 和平條約 那和平條約 偷偷的說 不跟中國 跟台灣都沒有在台 他們是他們來占命的 美國叫他們來代理管理的 這就是 切實 所以 不需要讓我們討論 跟這個 課綱圍條 一樣 他都幫你學習 這是不需要讓你知道的 讓你 偷偷的人 讓你 拜託這個 拜麻煩 法學院 裡面 不開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個 課程 這個 在報索看過的人 拿手 好嗎 這個 在報索看過的人 這個 在報索看過的人 拿手 在報索看過的人 拿手 好嗎 大家 都沒有看到 對 這是什麼 這是 2014年 十一月的事 報導出來 我們 我們 所了解 中統府 我們要去幾個禮拜 所了解 中統府從這裡問進去 國防部 就要從旁邊問 或買問 什麼 都在總統府裡面 這就是 他拔的是什麼 大家聯想看看 大船離港 再拔下 國防部 再拔到 再拔在旁邊去 這就 我們這樣想就很清楚了 現在說好啊 他們要刷這刷不刷 當然美國跟民主長說 說會兩個政府存在 流亡政府和台灣民政府 當然是慢慢和平轉移 無縫接軌 這個總統府是日治時代 這個總統府 這個要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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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都在喘 當年他們都在喘 這個人是誰 羅氏 我們有照片 你那個人啦 頭剛才那個人啦 一樣人啦 他還說什麼 這個2015年立委齊樂 說什麼 2015年台灣重要的政治人 什麼叫做重要 什麼叫做重要的 應該大家可能很好玩的看 我們在奔你們的福氣 因為你們現在來 上課 我們拚整個年了 我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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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因為有你們參加 我們的希望 照希望就對了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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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說出來 立委找人 他們就準備了 我們立委 立委再去告 你看 尾巴這段 尾巴這個地方 他們跟蔡英文去了 他如果說到 他有說到 蔡英文所說的 跟他所說的 不一樣 因為蔡英文 他是要選 劉蒙政府的總統 如果如果選到 美國如果撐下去 說不定 蔡英文 你到金門去救主了 就是這樣 這個地方 不是你 不是你中華民國的 你是美國 叫你來貸款 他現在 我們如果法院一判 他說 好啦 這個要歸還給本土台灣人 他們 要去哪裡 金門馬祖 平壇 平壇 那時候 美國 又跟他講好了 平壇 那時候 美國又跟他講好了 走得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們到時候 才有頭到 他 美國在國際上 三百萬人造業 會走 走到後 是 要走得到 美國 美國 如果 很怕 中國 大亂 他在管理國家 都在 他在 做什麼 在規劃 他如果 不想中國 亂起來 中國亂起來 對美國也不一定 好 中國如果亂起來 他 他 未來 要 解決 這些 國內的事務 以此 發動 戰爭下去 國內 事務 都在死下 都 變成 世界大前 他們 沒有 美國也沒有 所以 美國 跟中國 說 這樣 你們 你們 一個 一個 地方 讓 你們 中國人 走來 台灣 這 還回去 看 經濟的地方 很多 他們 中國 說 這樣 好了 跟台灣 比較近的 這個島 平潭島 你們都來 平潭島 兩三百萬人 因為 你那 代表要的 用力 你如果是有 執照 證照 有 中華民國的 特殊的 律師 醫師 會計師 什麼 都會用力 你們都來 那 你那 就 做一個台灣的 社區 在那 就 讓你們 住 你那 要去革命 他 那 要去 中國 內 路 這邊 炸 就好 你們在 平潭島 外面 平潭島 在那裡都亂 就好 還沒去 就亂了他 裡面去 那 沒有 沒有 他們走 四川去 走 做什麼 天津 走 做 黑龍江 四川走 好 在那裡 可能 比較有 像是說 有這個民主 去到那裡看不看 就是 他 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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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中國 都站在那裡 所以說 平潭島 畫一個 給他們 是安 安生立命的地方 所以我說這個人,我們要記得,樓室這個人 要了解,我們相片都有看過 這都不是我說的 這個不是我講的,都報紙寫的 因為,他們兩個很好 他們兩個很好 去美國住兩年回來 把他送一個給做國安秘書黨 給他做百年 說我應該要快出來安排救生殿 說健康的因素 他說健康的因素 實際上這個,你看 不幸是健康因素 沒有意思,這不是 這個就是 人家在說 他後,不要像阿扁在說 要不會出色去讓國際 他們很害怕 實際上 如果是 這個情形 這個大家知道嗎 這個 這個 經濟的 經濟的立委 經濟 系統算出來的立委 他說 不是 健康因素嗎 這個時候大家 要動腦筋去想 這個大家 都清楚 我怎麼會讓大家動腦筋在這裡 他 應該是 十二月那 辭掉 行政院院長 因為 太陽花事件 他辭掉 辭掉的時候 他要去台大 還要去台大 還要去台大 台大那些學生 孩子出來怎麼 反對 我現在要說 這大家不知道 因為 因為 大家沒有了解說 台學裡面的一個制度 啦 我 我 做過 系教評 院教評 校教評 學校 大學說 三審次啦 一個 一個教員要進來 要系 所 的教評會通過 就是 評審會啦 評審會 這個老師要去台 他的學經理 他的什麼 大家要查過 好 讓你進來 這就是 四所 第一關 第二關 送到院 院裡面有一個人 在審 沒有問題 送到校 校 校 大部分 都在審他的 那個 那個 資格啦 都在審 資格啦 通常是 師 跟院 在審 那個 他跟學生比較有關係啦 因為 那個 台學的教員 不是 發聘書 不是一年一年 發啦 通常 都是 兩年 兩年 發一次 兩年發一次 兩年發一次 啊 因為 大學裡面 有些 戒調的 大家 不知道 戒調的情形嗎 你要 戒調去當 公務人員的話 齁 戒調三年 三年 一定要 回去 你三年 搞 你不 回去啦 要不然你又 不要 進學校啦 都是 當公務人員 李鴻炎 你舖 他以後 跟台大的 舖 舖 後來 他又 回去啦 他做三年後 他又回到台大去了 他沒有中斷 這個將於的話,他三年之後應該要七月,那時候要再做老師的教學,重新開始,要重新評審了。 他要重新評審,那學生會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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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的學生,所以研發,維持, komun接,維持,學生會反對,學生會反對,原地學生會反對, 學生會反對,歐洲進肯委野就 reports,要ish du 他要重新進去,重新進去,學生犯罪進不去。 他進不去,等於失業。 現在來看,失業到什麼時候? 三月出國去,總統府才請到執政。 他請執政的第二天,叫他去美國。 好嗎? 大家來看,我們立委立北去國什麼? 國美國和李王政府。 讓他來要支援,我跟他是一個通知書, 給我們外交部部長。 外交部長,看見他還給他一支援, 有聽話說嗎? 有聽話說嗎? 記書 記書 他們大哥就沒在收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他剛剛 我們剛剛 離開離開嘛 美國受理以後 就把統治 外交部 外交部看到這個 經過方向的 記書當然一定有Copy 就去參証了 參証之後要怎樣? 不急 找人去那裡改館 去那裡找律師啊 去那裡找 那邊看有 找有關係喔 我已經去 有一些關係啊 你看那個時間 他要出去 他要出去 什麼人 給他送資 我們叫一個 警察頭子 警察頭子給他送資 你呢 警察頭子什麼人 王佐金 王佐金 大家知道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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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安全的 在管 那裡 在那裡 藏工那裡 警察看到 警察頭子在那裡 怕累了嗎? 對不對? 會怕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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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關卡的人 說 你等一下 你講 江魚化 你等一下 你皮包打開來 看一看 敢不敢? 他 它 他 在管 管 那裡 那個人 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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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王朝廷跟宋子 大家去想看,這很奇怪 來看 他還要去哈佛和斯坦佛 事實上去要去辦事 他做出的東西要檢查嗎 你看,叫警察投資隨行 這就是讓人家覺得 一定有問題的 來這裡不知道有什麼 區別在的不知道 這就讓大家去思考 很奇怪的就是 立方政府所做的事情 還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時候 大家去思考 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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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民政府 換在美國 有一張演講 大家都問一本嘛 我們是三個十二嘛 那是這個上這些人啊 這個羅醫師啦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羅醫師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陳吉祥法 他去到那裡 去到那裡 去到那裡 這個事情 這個人都怎麼樣 跟外交有關係 跟台灣有相當關係的人 這樣啦 都把謠證回來 不要讓他去聽 台灣 民政府的國際記者會啦 這樣大家不知道清楚嗎? 你們去美國辦 我們這些比較重要 我就把請請回台灣了 這樣不知道大家會清楚嗎? 怎麼? 怎麼? 就是你如果去叫其他的 他這是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這些都是外交委員會的人 要把整棚回來這樣 怎麼在這裡找沒有人要到三天 他去不讓他們去直接跟我們這些人去接觸 說比較明白就是這樣 這樣你們聽有聽沒有 很多中國在做法都是這樣 用暗的 用暗的 用炸的 你若 江湯我若不去 那 漢市 可能他們那些不一定會回來 那他們都不回來 他一定去聽我們的什麼? 記者會嗎? 記者會嗎? 不要讓聽 不要讓聽 通常我們可能在外交政治上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記民三分情 有嗎? 有 他們這些人 如果去聽跟我們 動心去那些人 記民 總是怎麼樣? 多少 多少 會跟我們走三天 他就把他救救回來 他怎麼要跟你走三天 是不是這樣? 他如果回去 聽他做理 在報告 或是聽他在說 那些情況又怎麼樣? 就又差一劑去 如果說自己去聽 會感受 然後 後來他沒聽 現在 回來 他的腳趾 會跟他說 怎麼樣 怎麼樣 他說 好 感受 一樣 絕對 不一樣 所以 我們很辛苦 四次 都去訪問這個事情 他們 他們很特別 很特別 很特別 說 你是怎麼選贏 這樣 你們知道嗎? 他們很特別 說 柯皮 你怎麼選贏 柯皮 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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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你大家去想 柯皮 章 章 章 一刀 那如果在水底 會就流出來 嘛 刷魚 拼到 鮮味 就怎麼樣 就中來了 他如果不緊 跳到水上 就去給柯皮 吃掉了 就死掉了嘛 所以說 他不死就是 他 要 不是 學會 在 麥 這個 有問題 他就說貪污 他都怎樣 所有的打出來 經常都打出來 你們如果說我有問題 你們大家來看 有理會嗎 他如果沒有打出來 要怎麼說 說不清楚 大家 沒辦法去了解 所以說 天佑台灣 所有的都打出來 如果國際說 Copy的賣器官 類似這樣 他們的賣器官 他說 那怎麼辦 這個 要怎麼去彼此問題 大家通通腦好啦 你要怎麼反駁 如果你是科技人 人家說你在賣器官 或是某一個教授寫一本書裡面有提到的 你要怎麼去反駁 要怎麼去結束 他 真的是田友台灣 紐約在紐約的台橋 兩天的時間 大家分工合作 繁繁的那本著作 什麼人的那個教授寫的那個 那本著作繁繁的繁繁的繁繁 現在有電腦很快 他用這個繁繁的繁繁的繁繁 這個繁繁的繁繁的繁繁的繁繁 那兩個人 翻個本就出來 根本就沒有在咳嗲 沒有咳嗲 在咳嗲 在賣器官 美一個人的繁繁有什麼 這個繁繁的繁繁的繁繁的繁繁 那他就跟他這個繁繁的繁繁 裡面有一個繁繁的繁繁的繁繁 然後他就有一個繁繁的繁繁 這是一個繁繁的繁繁的繁繁的繁繁 所以說被人家捅 兩刀 這樣沒問題了 如果像普通的人就是了 哪有法度國去拿那本書 那本書來去換 換到來 算去就完了 這樣不是天佑台灣 真正是天佑台灣 改變成真 這大家很清楚 現在 要補充 這個新聞給大家看 要補充 證實 證明台灣就是日本天皇所有 这些人 双救队来参加忘恩的演习 这些人在台北 这些人说得很难 过来没有来参加我们的演习 也不是很简单 你一定我们这边国家要同意嘛 不再来 这些高层都很清楚 不 金沙曼台湾就是日本 要来说得不算 就是跟琉球一样 琉球是不是美金占领 后来又还给谁 日本 台湾是不是美金占领 唯一的他只叫 中国来代理接收就不回去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去 回去可能会被杀头 为了这些原因 好了 台湾给你管了 你跟我买武器 跟我买核四就好了 我的利益都要 买的价钱要特别贵 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 等于在 那跟 流亡政府来做好 那这个 这个就很明显了 这个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对啊 因为 有来这边上课 看到这些认为说 这个是正常的嘛 如果 没有来这边上课 看到这个报导 认为说 奇怪 这个是 别的国家的 怎么会来 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这都 可能 都很清楚啦 这是 四月礼拜的时 就是 改变成真 你看 这一款 他们也参与 在 演店 那 那 这一款 那 那 这一款 那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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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那 那 这 就是 那 那 安倍晉三的兄弟 叫做袁信夫 因為 日本政府 要感謝 要感謝 王金平 所以 有給他邀請過去 感謝他 因為 立法院沒有使用警察權把這些學生抬出去 所以 太陽花事件 把這個 弄掉去 所以 日本 對 王金平 過去 王金平 過去 之後 現在回來了 他們 最近發生一些 管制 日本食品的事情 他們可能比較沒有了解 他認為說 王金平 去 他有 跟他們 有食塞 現在來台灣 直接去找王金平 他沒有了解說 你如果去找王金平 馬英九一定 反彈 他們 先去找王金平 再來找馬英九 但馬英九就 把這個事情 壓下來了 事實上 他如果直接去拜託馬英九 可能 這個事情 比較好處理 所以 他們 沒有了解 王金平跟馬英九的情節問題 所以 政治上的運作 有很重要的 政治 政治上的運 這我是補充的 為什麼 他會看 政治上的運作 什麼 那種 你要去 那個 什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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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講這個 這份是什麼報索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第幾百呢 這份報索 就是市民 全辦都在報我們的消息 我要補充 讓大家知道 實際上蘋果日報差不多在四年前 就有要來跟我們裁訪 那時候我剛才正說 像歷史那個時候 三點半以後的時候 我們大家下課 我上課 我下課 同親大家都出去了 我今天辦公廳 他說 他是蘋果日報 政治 政治組合的 記者 要來裁訪 秘書長說 你怎麼 知道 這個 台灣民政府 你現在要來裁訪 他這個 這個 人家怎麼 他應該要來裁訪 什麼 說 說你這台上的 讓你政治主義的老闆去了解 去看一看 你要來訪問 吃過來 別說你現在要問什麼 你也沒辦法訪問 也沒辦法了解 四年後啊 他們真的有深入喔 因為秘書長看來這家人問 欸 怎麼這博士 這博士怎麼會流出去 我們的同親博士怎麼會流出去 這麼了解怎麼你知道嗎 不是我們流出去 他要真正的了解我們 他也跟大家一樣 來上課 在這邊領國旗啦 叫同親說跟他合起來 你看他們真的是五六本書拿去讀一讀他們要錢要來拜訪前又生日來上課 他們你們來報名的上課有沒有問你們是什麼記者嗎 你們是哪一黨的有沒有 都沒有嘛 什麼人都可以來嘛 那就是他也來上課 他也跟蔡英文一樣拿一面美國國旗回去 沒有啦 因為蔡英文去美國 美國也送他一面國旗啦 跟大家一樣啦 大家也拿一面嘛 是不是 美國送的嘛 你第二個 kunna也學一些那種 Frs.d geb embrace 那我跟秘書長講說這個差不多 要 如果我們去花錢的話 起碼要花一百五十萬 他也說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差不多有四萬份了 你要寫一個符的 你不能 你要寫一個符的 他才不會說 替我們做廣告 所以我們也謝謝 蘋果日報跟我們報導 類似這些 那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要給 看一個影片就好了 那個 我們 乾脆 平灘島那個看一下 平灘島 我們來看看 這個影片給大家看看 台商在平灘島 受 的 這個 受害的情況給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福建順張抵台大力推銷 並進行非法招商 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 發起抗議中共投資誘騙陷阱的大遊行 告訴台灣民眾 平灘是中共招商引資的又一個火坑 我們今天的透視焦點 黑暗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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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官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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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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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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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中共引資伎倆 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舉辦遊行 面對中共大力推銷平灘實驗區 提出各項投資力多 受害台商表示 現在這個平灘說兩岸共同設計 共同經營共同開發 最後共同共享 其實是騙人的 不過是另外一個引軍入翁的新招 這個就很擺明的 就是希望把台灣掏空嘛 因為平灘他每次都是畫一個大兵 然後設下一個陷阱 然後讓我們來到我們這邊招商以後 台商一進去以後 他就往中桌邊了 開始宰你們了 現場參與遊行的台商 也控訴中共黑暗司法 說中國現在的司法 根本就是招商引資的詐騙工具 我們今天最主要來辦這個活動 我們也就是要警告台灣人 中共的這些 這些伎倆 我們已經看透了 中共就是這樣 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贏你了 他就依法辦 法律輸你了 他就用搶劫霸戰 司法在中國大陸 簡直只是作為他來 詐騙的一個工具 這根本就沒用 中國的人民 最高人民檢察院 告訴法務部說 我這個案子 不在兩岸司法護署範圍之內 我把海基會跟海協會簽的 兩岸司法護署 拿給他看 這白紙黑署 賭足罪啊 怎麼會沒有呢 那法務部說 他們說沒有 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們的 我們這個法務部 好像是他的下屬單位 他說沒有就沒有 受害台商接下來 將繼續在台南高雄兩地遊行 要用血淚教訓 揭露中共誘騙投資陷阱 新唐利亞特電視 秋天喜 趙陽 台灣台中採 我要再補充一下 讓大家更清楚知道 我本身我是仲裁人 仲裁人大家不知道知道嗎 可能有的不一定清楚 就是比較簡單說 民間的法官可以這樣說 兩兆發生真實的時候 你可以去找一個仲裁人 那麼對方也可以找一個仲裁人 不要經過法院 我們兩個仲裁人來討論以後 選擇一個主任仲裁人 這樣就可以談了 這些都有法力的效力的 因為我本身也是仲裁人 中華民國的仲裁人 第一次ROC到北京 他們的仲裁的活動 我也去了 去了以後 我問他們的 等於是人民大會的那些法官 為什麼台商在大陸打官司都判輸 他告訴我什麼你知道嗎 違背中國政策的判輸 你看看你可以去打贏嗎 所以這一點 所以這一點 我 因為這個問題 等於是 證實了 找幾個證實他們是這樣 有的時候 有的說有法律 沒有法律 違背中國政策的判輸 這個是上海 一個 你的律師 很著名的律師 來 我們這邊參觀 我也提出這個問題 請教他 他也這樣講 他因為他說有法律還是有法律 沒有法律還是違背中國政策的判輸 在他兩三個月以前 我一個親戚 也在 因為他是取得美國籍 在美國也開很大的公司 到北京去 在那邊開公司 他現在告訴我是什麼 他說不是啦不是啦不是這樣 我說不是那這樣怎麼樣 怎麼樣 他說兩兆啊 是比送錢多的就會勝數 這樣大家不要聽清楚了沒有 這兩個在打官司啦 哪一個送錢 高 那高的勝數 算比較多的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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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這個是我三次得到的經驗是這樣 所以啊 回去以後啦 要拜託大家兩件事 第一個 趕快 請大家來申請身份證 還沒有身份證的舉手一下好不好 我還有很多嘛 拜託 來 你上課來以後 你一定 因為 我們高級班的時候 我們在 用這個身份證的 給影片給大家看 現身說法給大家看 那個因為時間上 我們高級班來開這個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美國叫我們說 要 推行 本土 這是美國製造喔 晶片喔 不要給人家騙手啦 第二個 再拜託大家 請一些 找一些有專業的 年輕的 來上課 因為 他 年輕的 來上課啦 會 要 以後要服務台灣人民會比較長遠的時間 這樣 兩件事 拜託大家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